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2022年为播先火的三部仙侠剧 杨子、于舒心、袁冰岩、你想看谁 仙侠剧一直都是观众喜欢的电视剧类型之一 不少仙侠剧在播出之后也成为了爆款作品 比如琉璃花千古等作品都是很不错的 在2022年,也有三部古装仙侠剧待播 并且每一部都有望成为爆款 女主都是当红小花 相信总有一部是你期待的 喜欢追剧的朋友就一起来看看吧 一、苍蓝爵 该剧改编自《九路飞香》的同名小说 主要讲述了傲娇大魔头东方青苍和软萌小仙女小兰花之间的虐恋故事 这部剧是于舒心主演的 长相甜美可爱 和剧中的女主人设议也太搭了 而且古装扮相也很好看 整部剧是很值得期待的 搭档的男主高颜值 相信会给大家不一样的惊喜 二、落花时节又逢君 该剧改编自《蜀客》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上神锦绣玉度一朵茶花小妖红宁成仙 最终被小妖改变 锦绣最终被红宁度成了人的故事 这部剧是袁冰炎和刘学义主演的 两人都是高颜值演员 剧情都是很不错的 而且袁冰炎的长相甜美可爱 这次出演《落花时节又逢君》 古装扮相是很甜美好看的 相信会成为爆款作品 三、沉香如谢 该剧改编自苏默的同名小说 主要讲述了女主严旦 与应渊君之间的爱情纠葛故事 这部剧是杨子和诚意主演的 不得不说 两位演员不管是颜值还是人气 都是很不错的 尤其是90后实力派女演员杨子 童兴出身的她饰演的作品几乎都是爆款 口碑一直都是很不错的 饰演的作品质量也有保障 这次和诚意一起合作 相信播出之后会成为爆款作品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分享这几部 为播鲜火的鲜侠剧 男女主高颜值 并且女主都是当红小花 一个比一个美 大家最期待哪部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框和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